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台车也去了秦城山里面跑了飞铺庄路 昨天又去了金潭里面去转了一天 我们聊聊骑这台车的感受吧 去找一下这附近有一个地铁站 然后那里比较空旷去那里拍吧 就这里吧 找了一个比较荒凉的地铁站 先聊一下车的静态吧 静态聊完之后我们再说说动态骑行的一些感受 这里还挺适合的 因为没人 好了 我们先来说一下这台本田的CRF190L的一个外观 这种车型我觉得是介于ADV车型和领导车之间吧 我觉得它应该属于是拉力车的一个范畴 从侧面看外观其实有一点像小号的飞酸 车辆的整个外观我还觉得颜值还是可以的 但这个外观嘛 就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了 车头呢它不像一般拉力车呀 或者ADV车型有个了嘴 它是没有一个了嘴的 大灯是LED的 分为上下两层 大灯两边是日行灯 有两条这样的LED的灯带 下面是静观灯 上面是远观灯 现在是静观灯的效果 远观灯打开之后 静观远观都是开着的 转向灯和尾灯也都是LED的 这个封档它是可以进行两段调节的 需要用工具来进行两段调节 然后现在是属于高档的位置 它可以降下来一点 大概形成有个4厘米吧 仪表是一块长方形的液晶仪表 转速呀 档位 油量 时速 然后时间显示 AB小里程 总里程 仪表的下方是一排相关的一些指示灯 在车头的左下方有一个USB的充电口 这个油箱看起来感觉不大 实际上它有14升 坐垫是一体式的坐垫 前面收的比较窄 这台车的坐高有830毫米 从数据上来还是挺高的 但是呢 前面收的比较窄嘛 像我要去您坐上去也还好 虽然说两只脚落地的时候 还算是前脚尖落地吧 但是呢 这个车比较轻嘛 准备质量只有145公斤 要落脚的时候 你稍微挪一下屁股 单脚落地的时候也是挺稳的 这几天骑下来 无论是走飞幅转路 还是走山路啊 都不会觉得 这个坐高会有什么问题 骑行三脚也是属于比较直立的 舒适度也不错 但是我觉得这个脚踏的位置 略略有点靠前了 你正常骑的时候还OK 但是你要站立骑行的时候 感觉身体的重心 不是太好保控的 如果这个脚踏位置 再往后面移一点 我觉得站立骑行的时候 会更舒服一些 后面有个后货架 这几天像我带了什么相机啊 无人机啊 还有一些拍摄的一些装备吧 把了一个防水包在这个后货架上面 然后出去 这个后货架还是挺宽的 无论是这样 竖着饭 还是横着饭 防水包都还是挺好饭的 这边就是一个高位测制的排气 这样你去涉水 不至于排气会被水淹过 这个排气是非常高的 发动机还是本田的那台 190单杆风筒发动机 据官方介绍 这台发动机是出口版的发动机 更加偏向于中低扭的调校 前面是一个正置前叉 前掀阵的行程还是比较长的 有180毫米 后悬挂是这种多连杆的结构 前后轮毂都是扶条轮毂 配置的轮胎是有内胆的轮胎 前轮的轮毂是19寸 后轮面是17寸 前自动是叠杀设计 双活塞卡前 前轮有ABS 后轮是没有ABS的 后轮的刹车形式是这种古刹 可能会觉得刹车的表现会一般 但这个在没骑之前我也有这个顾虑 但实际骑了之后 在刹车力道上我觉得是完全没问题的 不用很用力的踩 就是很正常的踩 它那个后轮就能带到暴死的一个状态 这台车的最低离地间线还是挺高的 有241毫米 这几年骑下来 基本上就是看见什么勾坎 就直接就过了 不用考虑太多 一台小大类车那种很随心所欲的感觉吧 车架是采用这种双崖烂的结构吧 好了 那我们静态的就简单的说了一下 然后我们现在去把车骑起来 聊聊齐心感受 先来说说动力 CRF190L搭载的发动机 是母友们都很熟悉的本田那台 184.4cc单杆风能发动机 这台发动机已经用在了 多款本田190系列车上了 但在发动机调教上还是有些区别的 这台发动机与出口版的XR190L的发动机是一样的 最大功率11.55千瓦 在6000转时达到最大流距15.75牛米 和本田其他190系列车型相比 最大的不同是最大流距从7000转提前到了6000转 这使得D6更加提前 而且CRF190L装备了本田190系列车型中最大的50尺后压盘 进一步强化了D6的性能 使得这款车在中低速的加速感受 比起本田其他190系列车型是要来的更加直接的 前几个档位都有很好的动力延展性 当然这样的设定在急速方面会比其他本田190车型低一些 我的体重是125斤在后货架上绑了一个防水包的情况下 表显的急速为115 在自动方面前刹车为单叠刹盘配双火刹卡钳 和其他本田190系列车型一样 也只配了单通道ABS 也就是只有前轮有ABS 在这里有个大家争议比较大的点 就是后轮为鼓刹 在没骑之前我也对后鼓刹的刹车性能打了个问号 但骑了之后感觉还好 用踩刹车的正常力度 后鼓刹就能达到轮胎爆死的状态 自动力并不弱 针对车型的特点和主要用途 在刹土环境下 鼓刹的结构简单易维护 在其飞铺转度时 还能根据自己的刹车习惯 调节后鼓刹的自动力度 这也算是鼓刹的优点吧 当然厂商用鼓刹也有成本的考虑 总的来说自动的手感柔和线性 大力刹车时自动的信心也是很足的 续航方面 我拿到车的时候是满油状态 跑了310公里后油表亮灯 在加油站加了10升油 把油箱加满 CRF190L的油箱容积为14升 这样算下来 我骑的综合油耗在100公里3.2升的样子 续航在400公里以上 是完全没问题的 当然具体的油耗表现 还是要看自己的骑行风格 只能给大家一个参考 下面再来聊聊骑行感受 这段时间骑CRF190L一共骑了有500多公里 飞铺专路的林道 山路 国省道 城市道路 各种路况都有去体验 骑飞铺专路也是这款车的主要特点 我觉得想买这款车的摩友 也是想骑他去跑跑飞铺专路的 这次约了摩友去跑了一趟 都江彦王婆岩到赵公山的飞铺专路林道 虽然这条林道整体难度并不算太高 但对于我现在骑飞铺专路的技术 像这样没有来过 也不知道具体路况的情况下 我是不太敢骑一台大排量ADV车型进来的 但骑CRF190L这样的车就觉得毫无压力 车辆整备质量只有145公斤 就算是倒车了 自己扶也是完全没问题的 轻盈的车身可以给你很可控的感觉 车辆离地间歇也达到了241毫米 通过性上已经具备了小型越野车的水准 配合上前19寸后17寸的浮条轮毂 有内胎的振兴多功能波落胎 前减震180毫米的形成 以及多连杆结构的后悬挂 抗冲击性还是很不错的 用这台车作为越野入门是完全没问题的 较轻的车重加上很大的转向角度 让整车的可控性和灵活性都很好 特别是在窄路掉头时 转弯半径是很小的 这点对于其飞铺砖路或者穿越玩法来说 是非常有利的 整体减震表现在应对土路 碎石路 小炮弹坑等路框下还是游刃有余的 不足的是后减震预载不可调节 对于体重较大的朋友来讲 后减震形成会有所减少 可能某人会问轮胎为什么不配真空胎 从结构上讲 有内胎的轮胎 在韧性和抗冲击性上是要比真空胎更好的 更适合走飞铺砖路 像越野车 领导车基本上都是配的有内胎的轮胎 所以CRF190L使用浮条轮骨配有内胎的轮胎 更符合这样的车型定位 当然有内胎的轮胎也有一个缺点 就是扎胎了自己处理起来比较麻烦 真空胎扎胎了自己处理起来就简单多了 在骑飞铺转路时 我发现站立骑行时不是太好站立 感觉脚踏的位置有些靠前了 站起来之后身体重心会有点靠后 你需要更加弯曲腿部 使得身体的重心往前会觉得比较累 不知道骑过这车的摩友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如果是坐姿骑行 那这个骑行三角的设定还是比较舒服的 三路骑行方面 这台CRF190L表现依旧是本田的风格 转向轻松变到灵活 换弹也很顺畅 这套正新的多功能波罗胎 在公路上的抓地力也还是可以的 因为没在雨天起舞 不知道雨天的公路抓地力如何 车身轻车子也比较窄 其实跑山的时候还更加轻松些 特别是去一些乡村小道 跑起来很轻松惬意 在路况好的国省道或快速路 需要长时间高速巡航的时候 应该是CRF190L最不擅长的路况 毕竟发动机排量只有184.4cc 动力上就有点着筋见走了 如果要超车 那就要有点耐心了 特别是在山路上 不能太着急 我觉得骑CRF190L 在公路上比较舒适的巡航区间是 70到90 车辆振动控制的也不错 就算是长时间拉高转骑 也不会觉得振动会让你不舒服 长时间骑行舒适度也是不错的 CRF190L的轴距也是本田 190系列车型里最长的 所以在跑公路的时候 车辆稳定性也还是可以的 最后来总结一下 我觉得这款车最适合的人群是 入门级越野车和领导车爱好者 可能大家会问 CRF190L能不能长途模拟 我觉得是没问题的 它有着非常好的可靠性 长时间骑行的舒适度也很好 也有不错的续航 但前提条件是 看你对于动力的要求 毕竟排量只有184.4cc 喜欢跑高速的模拟方式 并不太适合这款车 适合不太急着赶路的玩法 这款车走一些国道 乡道 以及一些道路条件不太好的路段 会很舒服 还有就是因为车型的特点 原厂配的是带内胎的轮胎 如果长途模拟在路上扎胎了 自己处理起来还是有点麻烦的 当然这个还是要看运气 骑了这么多年车 我还算运气比较好的 在模拟路上就被扎过一次 大家在模拟途中扎过胎的举个手 可以在弹幕和评论里说说 所以如果大家要拿这款车去长途模拟 建议大家还是把轮毂处理成 可以使用真空胎的轮毂 真空胎被扎了 自己处理起来要简单很多 还有需要提醒的是 由于CRF190L本身很轻 非常不建议装三箱 一是会将这款车的优势损失殆尽 二是会破坏这款车的整体重心 非常影响操控 模拟时后面板一个防水包 或者加两个边包就可以了 总的来说 CRF190L的优势 还是体现在它的多用途性上 可以兼顾城市通勤 周末郊游 飞铺转路领导 模拟都可以胜任 像这次一起出去骑车的一位模友 他以前是骑的一台大排量ADV 但他最近都比较忙 基本上没有时间出去跑长途模拟 出去骑车也必须一天来回 市区骑车比较大 也不是太方便 就卖了大排量的ADV 买了这台CRF190L 平时上下班待步 周末休息的时候 骑这台车出去玩玩 跑跑山路 临到 飞扑转路 他就觉得CRF190L 是很适合他现在的用车需求的 现在国内的公路越野 两用车的车型并不是太多 CRF190L的上市 也丰富了两用车爱好者的选择 CRF190L 有着明显的目标定位 自身也有着明确的优缺点 选择符合自己骑行需求的车 才是最好的 好了 以上就是这几天骑本田CRF190L的一些感受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分享加关注 谢谢大家 刚才准备拍完走的时候 还遇见一位开吉姆林的朋友 然后他也是位摩友 然后看了一下车还试气了一下 然后平时也喜欢玩越野 不论是开车还是骑摩托车 都喜欢去跑跑临到这些 走了